在紅磡黃埔花園要過去去灣仔或中環 最便宜可以怎樣去呢? 並不是乘巴士或小巴 亦不是乘港鐵 而是乘天星小輪 來往紅磡碼頭至中環或灣仔 見事成人收六個三 小童就三個二 紅磡碼頭的位置 如果與尖沙咀鬧市相比較為偏僻 乘船的主要都是附近私人屋苑居民 住在紅磡的黃建真 一個月起碼有十幾日乘船去灣仔上班 他說乘船過海是最佳的選擇 可以省錢又舒服 船可以看香港的風景 同時船費比巴士經濟些 有時間我都會選擇乘船 只需三分一價錢 因為乘船過灣仔是六個三人錢 乘船要九個三 只需三元 如果來回便會省錢 他說出灣仔便方便 不過說到中環線便沒有那麼吸引 如果杜輪停辦會有點失望 不過影響不大 自從碼頭搬到新的地方 我去中環便不會乘船 因為很久才能到中環的中心區 我坐巴士下車便是 但乘船走多遠 我不會選擇乘船 有市民說 這條航線小人乘船 如果停辦都沒辦法 做生意來說就沒得說 沒錢賺的便不得賺 我們可以說一句 有錢賺就各個都做 沒錢賺就不做 在紅磡碼頭去灣仔或中環的程船 大部分時間都沒有人搭 唯獨是最多人搭的時候 就是上班和下班的發行時間 經營來往紅磡碼到中環和灣仔航線的天星小雷 兩條航線每日平均客量只有五千多人 公司每年平均洩二百萬 加上政府將會搬遷尖沙咀 和灣仔碼頭巴士站 預期乘客量會持續下跌 所以很難再經營下去 表明明年三月底之後 停辦都輪服務 政府就罕獻為航線招標 下個月白號截標 香港蜂行電視機請一號 楊森波特